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2年5月9号星期一 今天我想要来分享怎么样制作CC字幕 那我有分享一篇怎么样制作双语字幕的内嵌影片 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基本上你要制作CC字幕的话,首先你要先懂得怎么样制作字幕 那最好是有逐字稿,还要有时间走 在我的双字幕制作的那篇文章里面我都有讲解过了 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那你要制作CC字幕的话 一定要先有影片码 这是我上一篇做好的所有的影片跟字幕档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复制一下我们之前做的中文字幕 然后我把它复制进来CC字幕这边 那我们打开来看 这个都是从Uptime里面压制出来的字幕档,还有时间轴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现在要制作CC字幕的话 我要先去改变这个档案的格式 像这一篇的话它是ASS档的 CC字幕它只有支援这三种格式 就是VTT SRT档 SBV档 支援这三种格式档 那我们目前这个档案是ASS档 所以我们要先去转换这个格式档 转换格式档,我们会使用到这一个软体 那你就是去搜寻 然后它这边有 这个软体都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自行去抓取 名称是影片字幕编辑软体 抓下来以后我们首先就是先开启这个软体 开启以后我们就先把这个位置 复制起来 那我们就是点开启字幕档 点进去以后就到了我们这个字幕档的位置 那我们就点进去 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什么都不要动 那我们就是直接令存心档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SRT档 然后存档 这样子就有了 这边就多了一个SRT档 那我这一片是习机的 那就是这一个档 那我们先来制作这一个字幕档 点进去字幕档这边我们点上传 继续 一样到我们的档案的位置 点进去 然后它会贿赂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觉到 我们贿赂的话 那前面会多了一行这个字串 播放影片的话 前面就会一直显示这个字串 其实看起来这个字串是不好看的 那我们一样可以先把它上传 证明我们上传的这个档案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样去 编辑这个档案 但是你要这样子一个一个下去做编辑 你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那我现在提供我的方法给各位 一样 用 既是本档打开 然后打开以后我们把我们不要的这个字串 复制起来 这边 有一个编辑 然后我们去找取代 点进去以后我们把我们复制的前面这个字串 复制贴上 然后这边按全部取代 这样子就可以了 前面这个字串就全部不见了 我们还是要去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字串 是我们不要的 检查过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储存档案 然后关闭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字幕档这边 我还是把它 设定一个中文繁体好了 那这个我们直接删掉 中文繁体我们就给他新增 然后一样点进去 继续 然后去点击我们这个字幕档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这个 刚才不必要的字串就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就直接发布 这样子我们的CC字幕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到YouTube上观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记得点开这个CC字幕 这边就有 贿赂的字幕档了 这样子我们的 第1个字幕档就已经完成了 今天是2022年5月12号星期四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制作第2种字幕档 因为之前 洗衣机那一篇的 影片文字 太长了 在制作跟讲解的方法上 会比较 麻烦一点 那我换了一个点操机 这一个影片 继续分享给 各位观赏 点操机这一篇 我已经有发布一个繁体的 跟一个简体的 那因为繁体跟简体 基本上制作 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也比较不会有错误的产生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讲解第3种 比较 需要出错的一个字幕档 这样子我5个CC字幕就全部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我们的 影片这边观看 我已经把声音关掉了 接下来我们点CC字幕 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 先检查英文的好了 然后我们播放 英文的 然后点看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的时间走 时间序 有没有错误 那目前看起来都是 正常的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换 日文的 我是认为比较多问题 所以我们用一下日文的 那这样子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确认两个字幕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这一个 CC字幕 多国语言的字幕档都已经 制作完成了 目前我这样子做起来 我是觉得 除了一些少部分的 Bug要出错以外 我几乎都没有在校对的 反正我就是放给他看嘛 那如果网友有问题应该会留言跟我讲 我就要针对 错误的地方 下去做修改 就可以了 那我这一篇CC字幕 多国字幕的 制作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 请订阅和分享